说起语政相信很多人也是一言难尽 不过最近向来是被网友们嘲讽甚至是谩骂的语政 却做了一件让众人力赞的事情 那就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和韩网网友距离力争 这次他站在了正义的这一边 相信对于这件事大家多少有所耳闻 事情的起因是有漫画家在网上发布了一张古风插画 结果就被很多韩国网友指责 漫画中的服饰抄袭了他们的服饰 结果就导致两国网友就汉服还是韩服 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但是这个世界上从不缺乏李中克 不久后某营销号就发文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更是声称要撕破于正的心音 最近于正就发文表示他将某账号告上了法庭 并且以审结果判定侵权 结果对方败诉后却开始四处找人求情 并表示愿意进行资源置换 但是按照于妈的性格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所以于正也表示自己寸步不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